那是為了衝鞋 就是 衝哪邊的鞋 Damien是從美國回來的 他一直有一個夢想 他就是想要開一間餐酒館 發展自己的事業這樣子 他沒想到 欸 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了一個 讓他很心動 很感動 然後又很想付出的一個 小男孩 到底是誰 三歲 那你呢 啊 我是傑莉 傑莉 算是比較一個小男人吧 對 他就會去 因為像他就是 我們主人同事家庭的時候 然後有了小孩 然後我都是負責照顧小孩 幫他把吃把尿 然後他 就是在外面 打拼 賺錢 回家的人 這樣子 很棒的 另一半 很喜歡 這位 可愛的導演 對 所以我覺得合作 這麼久以來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舒服 然後很懂 演員 也很懂 演員本身 私底下跟 角色的 一位導演 這樣子 因為他很 take care 大家 因為我有時候比較 是一個沒安全感的人 然後導演就是會 去跟我聊天 然後去 去 開導我 可能去提醒我一些 其實 解力他可以去做什麼 然後 你可以試著去做 或者是 我有想法的話 我也可以跟導演溝通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 碰撞出一些不一樣的火花 對 我其實我還蠻喜歡跟導演 這次合作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 讓我去玩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我其實 最主要就是 心理層次 層面上自己要調整而已 其實 功課 倒還好 因為 也 這麼 年紀這麼 小 小 我跟身邊蠻多同志朋友 他們都去 聊天 然後去觀察他們 就是 去尋找 傑莉這個角色的影子 可是其實到後面會發現說 其實 他 其實像傑莉這個角色的話 他其實就跟正常人一樣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只是 就是因為 他喜歡的是男生而已 就這樣 因為平時我們 自己各自都有健身的習慣 所以 基本上沒有 太過去care 這個 太過去注重 主要是 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感情上面 對 把完全自己100%的感情放在他的身上 這樣子 至於那個 表面上的東西就比較沒在care 但是你是有偷作 你是在爆料嗎 沒有爆料 不是那個是 那是為了 衝鞋 就是 衝哪邊的鞋 衝胸部的鞋 哈哈哈哈 胸部跟手臂的那個 希望他看起來比較有一個form 就是一個形在那邊 其實印象最深刻就是床戲 對 因為我其實真的沒有拍過這樣子的床戲 也沒有這麼入骨的床戲 然後 我只記得拍完之後 我隔 就是 整個晚上是沒辦法 沒辦法睡覺的 就是我腦裡都是他的影子這樣子 然後 不是就是很生氣又很 就是 我要睡覺你不要打擾我那個感覺 就是 啊走開 就走開 然後隔天就是5點半的通告 我想好 我不用睡了 就是眼睜睜的 就是這樣到5點半 沒辦法睡覺 不是說 我參酒館外面那一場嗎 我覺得那一場 因為那個畫面 拍的還蠻 我覺得還蠻好拍的 因為那時候我有去看一下 對 因為其實我通常是不太看自己的 對 所以說我真的覺得自己 太不正常了 我來看一下 可是我那天意外的就看一下 我就 哇 你有不正常的時候嗎 有啊 你不知道耶 好 氣泡酒吧 香檳吧 香檳吧 為什麼 就是在看起來 好像沒什麼殺傷力啊 可是喝了之後 就是那個後勁很強 就是 這樣 後勁很強 它的那種 給人看了之後 的感覺 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要細細品嘗 就是我跟姊姊一起直播那一場戲 那時候他桌上就有一把刀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要跟Damin 為一吵架 他就這樣子 搓在桌上 然後 看Damin 然後Damin 然後Damin走的時候 然後姊姊又看我 我就默默的 趕快先把刀拿起來 飄走 太可怕了 不得了了 然後代替Damin受罪 導演選的角色其實都還蠻厲害的 導演選的角色其實都還蠻厲害的 不管是姊姊啊 陸嘉欣啊 然後小巴 天倫導演 太辣 等等 我就覺得他們其實在整部戲裡面都 給了我們 豐富了我們這部戲的很多很多的空間 因為我們兩個除了戀愛之外 其實很需要他們給我們很多不一樣的火花 刺激 興奮 開心 凱凱就是一個很聰明的天生演員 因為剛開始 這個是她第一次演戲 剛開始她其實也抓不到什麼叫做演戲 可是到後面後半段的時候 她其實真的知道自己在演戲 每次看到她 要跟她先high five一下 對就是增加一個信任感吧 因為其實有時候小孩在面對陌生人 他們可能會 不習慣 然後會排斥 結果如果當你跟她有一些多的肢體互動 從這些小細節小舉動 然後來去接近她 然後跟她先從朋友當起 這是爸爸說你最喜歡的 答對了 好聰明啊 酷蓋爸爸即將上映 快上嘎嘎烏拉拉註冊會員吧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